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分享搬家後新添置的小家電 說一下為什麼會買它們,為什麼會選擇這一款 以及究竟用完之後有什麼感受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我們馬上開始吧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樣就是它,它是用來上網的 這裡我們租的時候已經決定了有幾天留在work from home 所以網絡是很重要的,一進屋第一件事就搞上網了 但是在村屋再加上來到沒有什麼選擇 只有一間可以拉線要三百多元一個月 我們都覺得很貴,但是也沒有可能每次用電話去share data 去電腦那裡,我們一直在找有什麼方法可以上網 就發現了現在都很流行,是一些上台的計劃 有一張data card,然後插進這些機器那裡 然後做一個wifi的sport 我們就選了三個,就有很多不同的網絡公司 CSL、Smarttone,他們都有的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在封閘的時候看到它是118 就好像挺划算,一個月 然後就簽了三年的腳 這個network我覺得都穩定的,但是就沒有去拉線 平時那些光纖那麼smooth 有時候譬如下雨很多人,它都會有不同的程度 但是so far都上到網了 完全不需要設定我這些科技白癡 如果以前用router,又要設定這個,又要設定那個 這個是一插下去就用得了 這個雖然我簽了三年約,但是呢 它是你一插了一個鈕 你搬去哪裡,再拆回去 只要是三收到的地方,就已經可以上網了 不需要說我搬家又要搞這裡,又要搞轉地址 還是要cancel,要想很多東西 又不怕我究竟是不是真的住了這麼久 這一點是不用擔心的 有什麼事我們就算不租也好 拿回家當上網都ok的 所以最後我們就決定了用這一種WiFi去做上網了 算不算是家電呢 但是對這個家人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一部機它是沒有收我錢的 總之我三年簽了約118元一個月 它就當送給我的 裡面是插著一張卡的 這裡有個位置寫著Nano SIM卡 拆下去,接著插電鍵 再拆下去就搞定了 然後家裡有了WiFi 今早就屁屁痕了 它馬上買了這東西 是Google的Chrome Card 因為我們的電視是比較稀有的 不是Smart TV是上不了網的 是以前的鄰居依依 它搬走沒有用 我們既不浪費用到現在又不想買一部新的電視 所以一路我們都是駁線 把電話、iPad的畫面放上去 或者就這樣看電視 之後自從有了WiFi 今早就想用這個Chrome Card 它是駁這個HDMI線的 然後它就可以做一個盒子 是上網看到的YouTube、Netflix、Disney Plus 全部都是駁線的帳戶 已經是看到的了 我倒轉了 這個幾個水 不需要不要電視 它還用到的話 加幾百元就可以 令它變成了一部Smart TV 我覺得是很偉大的發明 而且它也很Smooth 我想Smooth除了它和Network 兩樣東西是配合了 總之現在我們就很開心看到Netflix 之後就是廚房的東西 我買了一個新的電飯煲 它是Philips的 是因為它白色很漂亮 所以買 不是那麼膚淺的 除了樣子之外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功能 它可以煮飯、煮粥、煮湯、煮豆 總之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煮 我就選了它 我喜歡它裡面是很夠大 可以煮到10米 所以朋友來的時候 開Party、House warming 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煮湯 你放一些青紅蘿蔔珠葷、蕃茄、薯仔、肉 全部都是OK的 它是可以有四個人左右的份量 如果煮湯 它的煮湯功能是兩個小時的 是比較清的湯 如果你想它更出味 我就會把湯放進鍋裡 再煮一煮 其實已經是非常之好 它就不需要看火 很好 它是兩個小時 你當是把精華的味道逼出來 然後再煮多半個小時 已經有一個很好的老火湯 住家湯喝 我覺得很方便 這個煮飯 我覺得是慢的 要45分鐘 我好像沒有試過 不知道有什麼快的煮飯功能 但是普通它普通 就要45分鐘 是要煮飯 然後才去煮菜 你時間管理 慢慢的適應是OK的 但是因為我家 是用最舊最傳統 拍一個按鈕 那種的飯煮 15分鐘煮完 我就覺得它會比較慢 但是如果平時已經用開了 比如說男朋友的家 金先生的家 都要煮很久的飯煮 它就說煮完是好吃的 我不知道 我分不到 但是我覺得這些 可能慢慢大家都要適應 現在出的飯煮 是否要這麼久去煮飯 然後是新鮮滾熱 加入的成員 它是Bamuda的蒸烤麵包機 大家看到的樣子 好像普通的焗爐 但是 圖室 除了有一些溫度 它還會有不同的麵包圖案 會有長髮包 有牛角包 有多士 還有芝士多士 所以這個 它是除了做到烤爐之外 是專門令到不同的麵包 做到它們專屬的口感 我們現在是多了在家吃東西 因為可以拿上天台 看著海 是贏了外面的咖啡店 所以很多時候自己煮食 然後有了它 是令我們有新意 可以做一些很特別的多士 因為紳士坑 多士中間滑個洞 加隻蛋 加上芝士 放下去是很方便的 而且它比起普通的焗爐 或者多士爐 它是鬆軟很多的 因為它上面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杯杯 然後你放這個水 剛剛好 是它原裝送的 你就倒進洞裡 它就可以做到蒸焗麵包 你放進去 它就有多士 芝士多士 長髮包 還有croissant 不同的模式 教你有什麼時間 就已經做到很完美 如果你說我不是做麵包 這部機器有什麼用 它也有 平時不需要加水 有170度 200度 和250度 的一個焗爐功能 它裏面是上下發熱的 然後這個可以拿出來 是可以鋪石紙 或者是放些碟子 然後清洗都很簡單 因為我看今生都是拿完 那些不同的元素 下面還有一個位置 它是那些碎碎 麵包碎 就是我剛才今早做的牛角包 我忘了它墊底 那些碎掉下去 它也是可以清洗的 如果你想要一個小焗爐 但是有多一點的功能 令到生活的質感提升 儀式提升 可以做到麵包 你很重視它是否可以做到 好像剛剛出爐一樣 因為很多現在的麵包都是一個急凍的 我們都是用急凍的牛角包放進去 然後再按 好像剛剛在外面吃 我們買是40元有20個 2元一個 然後外面是20元一個 我真的覺得非常之好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放在Info Box 今天所有其他的家電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不是只有它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個觀眾優惠 有兩個碟碟的話 那些資訊可以去Info Box 最後一個小家電 也不少了 它很大部 拿不到過來 就是飲水機 買完完全沒有後悔 為什麼會紋身買這個飲水機呢? 之前家裡是有一個很小的 我們是煲水 煲完之後放涼 然後倒下去飲水機 然後倒水喝 但是因為這間屋 我是裝不到濾水器 所以我們煲是煲水喉水 然後看到那個煲本身白色 用了兩次變黃色 我覺得很害怕 我就搞不定 要買一個有濾水功能 代替濾水器 又可以做到飲水機 又順便可以煲水 有熱水供應的話 我們就是要買這個飲水機的了 有沒有拍到二頭肌? 沒有 就是這樣安裝完了 所以我們選擇我們想要的溫度 很快 它已經可以出水了 這個是最熱的 你會看到它出熱 它現在後面的聲音不是經常都有 是它在做一些過濾水的時候才有的 因為我們剛剛入水 它後面這個位置就會開始有些污水 慢慢去做一些濾水 它現在停了 它下面放杯的是磁石 所以如果是水瓶 或者是一些煲 不需要害怕 就這樣拿起它 放回去就可以了 這樣放在這裡 是不是很漂亮? Toshiba 我最主要是買它 選擇它的原因 就是它水箱裡面 分了這邊是污水 這邊是我入水的 即是我水喉水 它就這樣沖到這邊 它是有4Lit 然後它就會過濾 過完之後 那些污水就會在這邊湧上來 然後Philips也有分隔 但是它不是去到那麼高的分隔 它只有那麼矮左右 它上面的水是髒和乾淨一起的 然後可能是去到下面 剩下一點水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你 沒有水了 你要全部倒掉 它們兩個都是有RO filter 即是很多層很多層 我就不清楚了 應該兩個都是RO的話 過濾是差不多的 它過濾了幾層 然後再有UV的殺菌 它就是由水喉水直接 你按制出水可以喝 你會發現那些水是甜的 是好喝一點的 它不是水喉水的味道 一開始我們有懷疑 很怕水喉水一出來就是這樣的味道 我就叫了金生做白老鼠 它喝了一口 真的不一樣的 是有分別的 它真的做到東西的 不需要等水喉水直接變暖水 熱水三秒鐘左右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家電生成員 希望你們會喜歡看 因為搬屋是有很多東西想分享 可能有些朋友現在都是準備搬屋 或者是準備搬出來住 準備同居 究竟有些什麼是小家庭是不錯的 好用的 然後用完可以分享用後感的 希望大家喜歡看的話 告訴我 我慢慢就在家裡看有些什麼 值得分享和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撈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三 和星期日更十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